为什么今天日本战后这么一个衰弱的国家 没多久就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到底在哪里 西方人总是想不通 实际上很简单 他们真正做到了 领导与被领导密切合作的关系 你看看世界上许多地区国家 与营工对老板不满意了 往往就罢工抗议 彼此双方都蒙到重大的损失 我们没有看到日本人罢工 日本人员工对老板有没有意见呢 也有 他们有意见 就是在头上扎一块脖布 表示抗议 工作已久照常 这就是领导与被领导成功的例子 这个老板看到员工有意见了 立刻很认真地要召集这个员工来开会 来讨讨论 来讨论认真地为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彼此双方都能够蒙力 而不受损失 这个道理 西方人一直到今天 还没想到 怎么能跟日本人抗衡呢 日本人这套技巧从哪里学的 给诸位说 从我们中国学去的 这就是儒家所讲的 君君臣臣 富富之子 他懂得这个道理 他把这个道理能应用在生活上 应用在工作上 应用在商场上 他成功了 我们体会到这个道理 就不难想象 今天社会的问题 儒家教人 虽然他是教领导的人 要做君 做亲 做私 在抗战的时候 我们在南方 还看到许多平常被写人家 堂物里供的祖宗牌位 上面写的是天地君亲司 在南方相当的普遍 这是我们儒家深厚的教育 教人 做君 做亲 做私 我们佛门里面 讲三宝 我觉得这三个字 我觉得这三个字是知识的三宝 在现代这个社会 我们应当要普遍的来宣扬 君是一个领导人 被领导的这些员工 你要有清心 带他们 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儿女 你要关怀他 你要爱护他 你要帮助他 这个员工产生感恩 带德之心 把老板当作自己的亲人 当作自己的父兄 这个情形 就不一样了 不但要用清心 关怀他 对待他 还要用私心教导他 这个私是老私 你这个老板是员工的父母 也是员工的老私 父母对待儿女 这恩 老私教导学生 威业呢 温威业病逝 你要真正去教导他 使他的技术 日新月异 不断的向上提升 他的技术提升了 你的这个工商业呢 也就水涨船高啊 也就进步了 所以领导 这个军 如果只做到他领导的程度 没有亲的这个亲情 没有这个私心 做老师的这个心啊 你只做到三分之一了 另外三分之二你没有做到 你怎么会不出问题呢 所以军情司这个三宝要会议才行 那么你的领导的问题就解决了 日本人做到了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同样的道理 现在家庭出问题了 子女不听话 不听教 道理也不离开这个原理